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我是黄荣 今天我们现场摆了好多名归的包包 那女孩子在这个生活忙碌之余 或者工作的时候 赏赐自己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名牌包包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名牌包包的趋势到底是什么 别到最后买了一个不好的 或者是过时的 那就很不开心了 赶紧请我们时尚达人 Stephanie今天跟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春夏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今年的流行的这个包包颜色是什么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说 往年都流行的是糖果色 荧光色或者是复古风 那进入了2013年之后 我们持续性地流行的是 我们今年有个外号叫做冰淇淋色 冰淇淋色 冰淇淋是怎样的一个 大家知道冰淇淋色 奶奶的 对 就是那种感觉可能比较暖色调 然后比较浅色调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说黄色好了 那今年的黄可能是太阳黄跟柠檬黄 对 那比如说粉色 可能就是像你生下这种甜虾粉 甜虾 这个叫甜虾粉 类似像甜虾粉 对 那绿色可能就比较接近是薄荷绿 或者是苹果绿 对 所以今年流行趋势2013年春夏 大家要记得几个重点 第一个颜色上面不是在是荧光色 就是比较炸那种感觉 比如说荧光粉 那你的粉会走向比较像是你这种暖色调的粉 那黄的 有点温和 对 黄的话也不是在刺眼的荧光黄 而是走太阳黄或者是蓄域冬深的 这个黄就叫太阳黄吗 这个就是太阳黄 这个就是太阳黄 今天我们看的 可是这个黄叫什么 这个叫柠檬黄 这个黄比这个黄能感觉好像稍微暗一点 对不对 对 但是朋友知道就是说 你不同的皮质 它出来的颜色也会不一样 像这个出来的是这种 它是用这个什么皮做的 这个是牛皮 牛皮 对 那那个是漆皮 所以相对 好像今年也蛮流行的 对 漆皮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流行 对 然后那还有就是说 今年因为是蛇年 那所以大家会发现 很多各大知名品牌 它都是用蛇的纹路 或者是蛇的那个皮来做包 但是好像在这个加州 我好像记得是禁止售蚂蛇品 所以就像我们这个限量版的蚂蛇品 这个应该是私人产品 私人物品 这个我们是不对外卖的 对 那这个蚂蛇皮 是只有在别的地方找到 但是加州你是找不到 加州是买不到 像这个蚂蛇皮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就好像用金色做 或者是用其他颜色 金棕色 我有见过用白色的好像 有没有 它的染色 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 买蛇皮的朋友呢 我会建议你要非常的小心 为什么 因为它的护理非常的重要 这个我们之后 我们可以再慢慢说 对 对 我们要接着跟大家讲 那另外呢 其实这个红色 好像今年也是有很多人也愿意背 因为本命年就想背个红的 对 其实您大家都有知道 就是说红色啊 去年流行的是西瓜红 对 但是今年呢 不再流行西瓜红跟暗红 流行的是中国红 中国 这算中国红吗 这个就是中国正红 OK 所以想要红色的话 就要买这种就是流行趋势的中国红 对 另外其实就是说像 有的人不爱背艳色的这种 这样的一些 你叫包吧 或什么喜欢暗一点的 我想稍微不要那么高调 低调一点 当然当然 那也是个是那个年龄趋势 那有很多朋友喜欢比较比较 比如说我们说基本色 基本色 那基本色呢 除了黑跟白之外呢 灰也有很多种灰 那就比如说像小爱家经典色 这个大象灰 大象灰呢 它适合于各个年龄层 然后适合于搭配不同的服装 那尤其呢 我们有某一些知名的代言人 代言了之后呢 这个大象灰非常地长 明星也有这种 这个喜欢大象灰这个颜色 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 也蛮好搭的 但如果你平时就算是去party啊 或者是去这个逛个街啊 其实这个灰的颜色 其实刚刚也好搭配一些 是 什么服装都好搭配 然后今年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呢 除了颜色上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撞色 那往年可能朋友们都觉得撞色 就是说颜色跟颜色的配色 叫撞色 但是其实今年的撞色之中 还带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配件 就是所谓的链子 或者是金属配件 比如说 比如说像这种金属链 金属链 对 金属配件 当它跟你的包包的颜色 搭配在一起 这个也是一个撞色 那其实这样 像带一点点金属 对 带一点金属 或带一点银链 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撞色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今年主要包包流行的风格 是简约加唯美 就是要简单一点 不要那么复杂的 对 不是很复杂 简约但是又很唯美 唯美这个 这个就拿捏了 就有点困难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简单的话 像今年特别流行 我知道是那种 还是比较流行大包 大包方面就会比较简单 就是像一个面板一样 很平整的那样子 对不对 其实看个人喜好 它每一个知名品牌 它还是会有出 很多种不同的款 但只是以流行趋势来想 今年的纹路 是走的是铃隔风 跟蛇纹 对 那颜色上面 就是比较浅一点的冰淇淋色 好 对 然后那风格 就是简约风 OK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 想要这个喜欢时尚 但是又想要买一个 新包包的话呢 就赶紧记住 这几个时尚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海拔